日前英國恐怖襲擊發生 不少在英國的藝人 都趕快在網上報平安 張智霖就是其中一個 本來一家三口去看球賽 好心情都鬱悶起來了 我覺得從開心變成不開心 真的本來是一件 很難得的一個經驗 可是現在真的是 也不想再回想這個事情 其實就在前一天的早上 他們還是這麼開心 啊不對 亮亮姐好像有那麼點不開心 因為魔童都不講中文 張智霖還繼續讓魔童講英文 你試試講中文呢 我負責中文呢 你負責英文 沒有 我沒有教她說英文 我說英語交給她 我來說中文 她英語絕對比我好 有很多時候我都會說錯 然後她會糾正我的 因為她本身是唸國際的學校 所以她確實是英語比較強一點 可是她普通話也不錯啊 比我好 因為她普通話還是班裡第一名 可是她其他的同學都是外國人的 這次之後 會不會都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了啊 我本身也根本就不敢 也不是不敢 有一種恐懼 太多人的時候就是 比方說新年的時候去那個 我們香港有一個畫室吧 就是很多人的那種 就是你一看就是全部都是人頭的 那我不能動 就是大家都一直慢慢的那種 半步半步的走的那種 我已經有一點受不了 有一點恐懼 呼吸不了的那種感覺 而且那種受臂恐懼症也有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時候去 先去看看好醫生 看好自己的病吧 同場的陳惠玲也因為恐襲事件 暑假行程要改了 本來這個暑假是要去英國的 但是因為遇到這個恐怖時機 所以就取消了 很可惜 因為本來酒店什麼都已經訂好了 已付好錢了 然後她又要我付30%的罰款 好可憐